多重器官衰竭案例 陈先生在2019年的2月21号的晚上 家人发现他昏迷在家里 经过46个小时抢救插管 终于把他救回来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注射药剂的关系 他的肾上护合不了 也洗肾差不多洗了两个月 由于他肺大量的出血 也做了六次的高压氧 因为这个高压氧导致他的紧张 说说很不幸 他又肺部大量的一直出血 临时装了叶克膜 又有病毒感染 然后十二指肠也大量的出血 膀胱也大量的出血 后来到了医生通知家属 要签一下切结书 到六月份的疗程结束 我们出院之后 因为他的昏迷的后遗症 导致他的全身不舒服 脚底痛麻酸刺 对他来说是真的是很不好受 他的脚也会这样颠斗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尤嘉吉的亲人介绍了原始点 7月3号的时候决定来这边试试看 从原始点的按摩 还有喝姜汤 热盐 还有姜泥的涂抹在脚上 这些温敷 让他现在的睡眠品质也变得比较好一点 没有那么刺痛 再加上一些运动 他的心情有稍微改变 在原始点的志工们帮忙指导 开导 这个期间里面 也是有一些瓶颈 我们还是不断的来这里咨询 那平常我们在家里都还会去做推拿 调理身体 还有食物的改变 喝姜汤 吃一点辣的 经过原始点的志工的引导 希望我们用姜泥涂上去 然后再加上厨房纸巾包起来 然后再经过吹风机吹完之后 保鲜膜包起来 这个热源就很容易渗透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 他有改善脚底的刺 然后他有气切 那么气切这里已经修复了 他没有缝 气切他是可以自然恢复的 声音恢复到80%了 运动方面我们也大概有 每天大概他要跑步啊 走楼梯 上下楼梯 一步两阶梯 这些不断的就是让他的筋骨拉动 从不能动不能下床 坐轮椅到摸自行 到人走路 现在还是会痛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做 原始点让我改变很多 各位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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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